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朱立伦今天就任国民党主席 他说国民党以后会是团结战斗的国民党 但是为谁而战呢 为人民还是为自己 甚至是为中共而战呢 朱立伦说要监督民进党 结果是瘫痪国会 今天一早又占领议场 背个苏贞昌报告 国民党为什么对中国总是温和有礼 求同存异 对内却是舞斗闹场随时战斗呢 那对付小党立伦 竟然是请全党之力要罢免消灭 朱立伦在打什么算盘呢 罢掉陈伯维就能取得上任首胜 借此立威巩固党内地位 还能跟中共交心吗 他可以说你看我罢掉台独立委 那中共是不是很高兴呢 国民党反台独是真的有行动成绩哦 那接下来还要继续罢这个五党级立委 那接着是不是就烧向民进党呢 但是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 正遭受严峻的挑战 罢免成为政治清算的工具 蓝营不惜公然的造谣说谎 编造罢免的正当理由 民进党能置身事外吗 蓝营最新的民调 如果明天投票有30%同意罢免陈伯维 已经过门槛 那到底真实民意是什么 台中大乌龙选区 要成为派系的势力范围吗 即使别人选上也能找个理由罢免掉 那面对不利的情势 绿营要冷战还是热战呢 这几天中共军机扰台创新高 美国出面要中国停止 并透露正私下处理 中国则是出面呛美国 那就在这时候 国民党团竟然提案党军购 要求不能战力提升 不能买飞弹 反对澳洲获得核潜舰 国民党已成为中共的附庸 附随组织吗 这样的政党跟敌人有什么两样 这两天还有人在讲 郭台铭的女儿不认识岳飞 谁的小孩不认识孙中山 就炮轰民进党去中国话 其实历史教材里都有 有念书就知道 是你的小孩不念书 还是根本还没学到呢 那如果小朋友都知道孙中山或岳飞 那是不是一种洗脑教育 台湾难道要倒退吗 这些人又在操作什么风向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立委 张若雄 再来是林静怡医师 中江好 大家晚安 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中江好 大家好 再来是资论媒体员陈炳凤 大家好 财经专家邱敏宽 中江好 大家好 再来是资论媒体员王瑞德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关心 立委陈伯伟的罢免投票 这个月二十三号举行 今天选区内民进党籍六名议员 和在地志工一同站出来 组成反恶霸联盟 立委陈伯伟罢免案在即选区内六名民进党籍议员 组成反恶霸联盟 关键时刻权力相挺 罢免投票逐渐升温白热化 似乎已经成为蓝绿两党对决态势 距离投票日越来越近 陈伯伟阵营也不再能处理正面迎击 好 我们看到国民党请全党之力 要罢免小党立委 那朱立伦前天竟然公然的造谣 说陈伯伟是三邻立委 好 我们现在来看 现在地方上的最新态势 现在罢免的情况 要这个通过这个门槛 是同一票要超过二十五% 也就是大约是七万两千多票 那现在蓝绿方面都有一些民调 我们来看到在绿营方面 这个3Q内部的民调 同意罢免者是十九% 所以离罢免成功 大概还有六%左右 但是比较偏蓝的 T台的民调方面 他是已经调查出了 台中第二选区 同意罢免已经是三十% 也就超过二十五% 大约是九万人 如果按照这个%数 是会罢免成功的 来请教宽哥 现在最新的态势 到底是怎么样 如果一个政党 他不喜欢一个人 他今天为了要当党主席 他要立威 或者是如同刚才所说的 他要谢谢他们大乌龙地区的一个严家 他这个地方 他就要去罢免一个立委 这个理由真的成立吗 台湾经济好 台湾目前防疫也好 我们台湾今天的整个疫情 六四零 目前七天均值是零 数字非常好 但各位 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些政党 该做事不做事 不该做的事拼命做 这个立委做好做不好 大家心中自有一把尺 但麻烦的来了 罢免案是一种所谓的一个仇恨提议 所以呢 你一定是有动机 你才去 你今天如果你认同他 你没有足够大的一个动机 你不会去投票 但恐怖的是什么 恐怖的是我认为今天叫安罪名 朱立伦他的岳父 自己旗下有基金会 下面有民调机构 他们用自己的一个民调机构 去称陈柏惟叫三零立委 他零科兴零提案零通过 他连路都在安罪名 各位这个叫不守伍德 这个叫不守伍德 为什么呢 你今天你不喜欢一个人 你今天身为党主席 你就可以强压罪名 强压罪名人家公都盟就说 不对啊 人家陈柏惟他有七个提案 这边有过去的立委 也有现在的立委 陈柏惟他这一阵是新科的立委 他往上走这一次是在最难的立委 因为他是在军事外交 这么难得到场合 他是一个新人 他是一个新人 你们用这么高的标准去看他 人家是百分之百的倒案 每次开会的时间点都大 但是现在重点是 你们可以强压罪名 那我最怕的是什么 朱立伦 朱立伦我要问你 你今天为了赢 你就可以公然说谎 你下次会放弃什么 就像当中国 他们拿了一通祝贺文给你的过程当中 里面的内容 你到现在也没有交太清楚 我现在很担心的是 朱立伦目前他要立委 他急着要做所谓的一个守战 守战完之后 后面会一挡一挡的推下去 为什么这场战很重要 大家要站出来 我们让第一场 我们就把他作为所谓的中战 把他挡住 挡住之后 第一战他攻不过 他就不会往第二战 往第三战去走 但最担心的是 如果为了赢可以公然说谎 可以不守五德 一个人他连自己的良心 连他自己的道德 连他自己的一个行为准则 他都可以不要了 你认为他下次会放弃什么呢 是的确朱立伦就任党主席的首场战役 就是罢免陈柏惟的这个投票 那现在看起来是为了罢免 不择手段 明明这个陈柏惟在立委员的出席 都是百分之百 竟然说他是三菱立委 还说他是支持毒品 还说他什么去征选 中国体育主播等等 完全都是造谣抹黑 说谎 来瑞德哥 现在最新的民调呈现 地方呈现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势 包括我们看到民进党 现在评估 严加最大的动员量 六万八千票左右 恐不到五千票 就可能罢免过关吗 以民进党内部的民调来讲 同意罢免的19% 对不对 那T台 那么他的民调 T台当然会有机关效应 T台的民调说 那么台中第二选区 同意罢免的是30% 如果你把30% 加上这个等于说罢免的话 两个人各取其半的话 不好意思 刚好25% 那很危险 那很危险 我们把民进党的民调 跟这个T台的民调 两个人加以参考的话 各取其半的话 刚好25% 那25% 就是可能过得一个关卡 七万 大概是七万两千多票 等于七万三千票 过的话 那么对3Q 陈柏惟事实上是很危险的 那至于在这场罢免案里面 我建议 那个包括3Q 因为3Q他们现在正忙着处理 这些相关的反罢免活动 然后还有就是 都是比较少年 年轻人 为什么这样讲 像我对面的律师 庄瑞雄 资格佬 要是他的话 早就告上法院去了 你知道吗 违反选罢法里面 意图使人罢免 就是这样子 你违法造谣 马上就可以告 而且我跟你讲 这是公诉罪 罪还很重 你知道吗 所以动不动就判几年了 所以话不能乱讲 没有错 那么至于3Q的罪名 我说民主国家 我们法律有选举罢免 所以你其实你去选举 要选举 把变罢免 我基本上尊重大家的选举 不过那么有关于安在 那个陈柏惟身上的这个罪名 让我想起最近很红的一个人 岳飞 岳飞当时哇 一路打了 打了太前路了 打得明明明 把金草打得一塌糊涂 最后那么在秦快 秦快非常有名 秦快然后呢 缩动了这个宋高中赵构 直接斩一斗的金牌 把他招回来 招回来 约会跟他们的小孩 招回来 关在监狱里面 那时候宋朝另外名将韩世忠 问秦快他们是什么罪名 那时候秦快就很生气的 讲了三个字 莫须有 莫须有什么意思 对 清差我说 你知道吗 我说他有就有 我说不就不 随便安个罪名 如果你还听不懂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你今天说 谢谢陈博威 他如果去贪污腐败 他如果去报庚庭 他如果去逃亡三角 他如果去做有的 没有一大堆 那你罵罢免他OK 他有吗 问题就是他有吗 他对不起台中的乡亲 他都没有在做宣民服务 那你就把罢免掉 不反对啊 但你不能 他没做的事情 硬塞给他 那么就以最简单的 今天公督盟都跑 都跳出来了嘛 你说他没有法案 没有这个法律提案嘛 没有法律领嫌提案 今天说有七个 七个 陈博威有七个法律领嫌提案 至于你说 他的提案没有过 要骗笑的 你欢迎百几个人 百几个立法委员 他比一年而已 对 他台湾激进党 他一年而已 他也没人接受 没有民进党 没有其他 有党 他是要怎么过 国民党不要说抓手 抓腳就过了 就跟你封杀 说我坏天就是这样 他就是小党嘛 在野党 不仅是在野党 而且最小的在野党 就是这个样子嘛 那么除此之外呢 另外有个部分就是 那么有关于这个所谓的 说他这个主张大麻合法法 对吧 关于主张毒品 意思是主张毒品 那么你仔细听他 当时的这个说法是 大麻要用的方式 他赞成 至于娱乐的部分 那需要时间 就是这样子嘛 各位 大家很多人 应该都知道 我是反对费死的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民进党长期的目标 就是主张要废除死刑嘛 难道我可以 因为这样讲说 民进党就是要暗号派人 就是派人都不能打死赢 所以民进党就是暗号派人 我能够这样讲吗 不能啊 不行啊 为什么 大麻要用法加州就好了 美国加州都已经法律通过 很简单啊 为什么 各位 我们现在安宁病房里面 很多癌症病患 因为很疼 很疼 我有亲戚朋友 就是住在安宁病房 听到没头 用什么 煮毛烤 马飞 马飞是不是毒品 是管制品 它是管制的毒品 如果你把它弄在 个人的吸食毒品上面 它就是毒品 你把它用在这个药用的部分 它就是药品 它就是麻醉 管制的麻醉药品 就这样子嘛 大麻意思也是一样 我个人并不认为大麻用在 要用有什么不对 就跟用这个所谓的 这个相关的 这个麻醉 意思是一样 对 美国看你怎么用 你知道吗 那么但是 如果你就把它划上等号 3Q就是支持毒品 那你就这种 你这样做 就是变成勤快的莫须有 对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疫苗的部分 今天还好意思 跳出来讲说 我们又没有说 要进口这个中国疫苗 你是以为大家 全部你们讲过的话 做过的事 大家都不记得 为什么 因为你们要的是 要去购买那个 所谓WHO通过的 中国科系国药算不算 而且你们当时是不是要翻过来 翻过 把历史翻过来 你们当时不是要 我们台湾去打中国的疫苗 去买中国疫苗 没有吗 那是后来台湾人反弹 才没有嘛 至于你说什么这个 等于说陈柏惟的问证品质 打荒腔走版 各位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去找个Google大神 去找个Lulu Lulu是某个中国国民党立法委员的狗 那一段咨询 真的是可以惊天地而弃鬼神 Lulu是我家的狗 是我的最爱 然后因为因为Lulu 所以怎样跟他勾起大堆 那个才是荒腔走版 我告诉你 这才是翻腔走版 你们中国国民党应该 应该不好意思 要不分区嘛 如果你有这样的不分区 你认为还应该要继续让他当立法委员吗 你们还是继续让他当立法委员 这应该要罷免了 你们更可怕的是 还继续让他当立法委员 你们也没有出来 请问你朱立伦 你马上当主席了 这一次的不分区名单 应该跟朱立伦有点关系吧 那你有没有出来 说毁杰系列 为了陆路的世界 跟大家毁杰的系列 至于最后 去说海上的Lulu是这个选民 都找不到 都找不到这个3Q陈柏惟 谁都可以讲 朱立伦没资格讲 新北市400万选民 在你选上第二任的新北市长的时候 他们有找得到你这个市长吗 我跟你说 毁杰一个丹水 阿婆 跟你说一句话 然后再加上你泡一杯咖啡 晚上泡一杯咖啡 你就决定放弃背弃 400万的新北市民 你就要准备算你的总统 你的眼睛只有总统 总统总统 只有往上爬 忘了对400万市民的承诺 那你还有好意思去讲陈柏惟吗 对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种情况之下 现在蓝营是请全力 这个不惜这个公然的 这个造谣抹黑 就是要把这个陈柏惟可以打下来 那甚至呢 在这个有关什么采购疫苗部分 朱立伦也今天蓝营也说 蔡其昌你说谎 说这个国民党为推动罢免 这个3K女儿反对疫苗进口 那蔡其昌就说 陈柏惟是购买中国疫苗 居然是被抹黑 反对采购疫苗 是反对购买中国疫苗 那他们现在就说你参加你要拿出证据什么的 那后来我们大家就发现 虽然这个蓝营方面有声明 是没有主张买中国疫苗 但是他们蓝有多少人是要买中国疫苗 我们看到有一堆人 马英九就说 你应该考虑中国疫苗 赵绍康 郑立伦等人啊 通通都是要买中国疫苗 那这些人怎么讲呢 来林医师 这个部分你看 现在中部地区到底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势 这个民调的参考性到底是如何 我自己在中部那边现在听到了几个状况 一些一般的民众有一部分的人 他平常没有在看政论节目 或在看新闻的 他连台中市要接下来在十月二十三 有个罢免案都不知道 这样对 就有一部分是之前3Q的选民 可能当初投给他的 他其实根本不太清楚说 现在接下来十二十三有个罢免 但是好像蛮多3Q总部的人 怎么拿着牌子 然后在市场这样游走 可是一样就是说在中部地方的 其实很多那个所谓的牌子 就是满山遍野的到处 因为对方就是这样讲 因为国民党都讲说 现在做这个罢免的是一个公民团体 我是不晓得这公民团体 怎么有办法有钱成这个样子 因为他到处 你要挂牌棒是要花钱的 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广告 到处都有人在发这些所谓宣传品 到还有宣传车这样跑 还有大面的那种广告刊板 还有很大面的广告刊板挂在那个 就是我们讲的一般的民宅的外面 如果国民党口口声声都讲说 这个东西是所谓 只有一般民间团体出来 民间团体你告诉我 他哪来那么多钱 搞这么多的动员 那昨天 这个礼拜天 这个朱立伦主席 直接带队都带下去了 全党都跑下去了 不要在那边假了啦 你们就是国民党以最大 台湾最大在野党 百年政党的力量 要对一个现在在国会里面有一席 而且他们才成立五年的一个新的政党 你们在打压别人嘛 你们在欺负一个小党嘛 而且最严重的事情就是 是以这种对习大大不敢讲一句 难听话的政党 再对于一个在台湾很坚持 所谓台湾本土价值的一个政党嘛 其实陈伯伟可能大家没有特别注意到 我们现在换的护照上面 减少避免了那种大家出国的时候 尤其这段时间武汉肺炎疫情 出国上面那个那么大的 中国那个字 其实就是当初 陈伯伟进到立法院之后提案 我们民进党跟他合作的 所以这里面我觉得 你要讲就很清楚 这个东西 不要讲了什么叫做一般民意 这是国民党操作民意 国民党操弄我们的民主制度 而且最糟糕的是 请中为中国不敢讲一句难听话的 这个政党 正在对于一个在国内 其实他是在所谓民主制度里面 而且年轻人参政 就我听说激进党里面 他们的这个所谓党员的平均年龄 只有35岁 就是一个百年大党 垂垂老矣的政党 你好不容易还在学民主制度 你就在用制度去欺负一个 年轻人在政治上面的想象跟实践 这是一个最严重的事情 那我另外也听到有一些 这个一般的民众有讲说 他们听到这个罢免案觉得 很无聊耶 搞什么罢免案啊 因为如果今天3Q的状况 是像之前韩市长那样 非常夸张 不上班啊 迟到的很厉害啊 讲话都胡扯 如果那样民众当然会有一种感觉 觉得这样不行啊 我的城市有问题 那民众听到这个事情就说 为什么要弄罢免 现在是怎样 很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不觉得这个立委有做出什么 他你要劳师动众来罢免他 为了他要去投支持票 或反对票的行为嘛 所以简单来讲 我自己在台中所得到的名义跟观察就是 他其实不是一个民间的东西 他不是民间觉得这个立委 我们在这边太丢脸了 这个人来这边太差了 我不要他 不是 是政党的动员 是政党的做法 政党动员包括盐亲票家族 他们在大乌龙地区 他们的组织各方面 是不是现在都动起来了 所以很多人就会讲说 很多人就会讲说你这个东西 你根本就是在帮盐家铺路嘛 你讲实在实在的你这个 盐宽恒前立委 你要不要出来讲说 没有哦 罢免完了之后 我也没有要回去选 你敢不敢出来划这个手杖嘛 你敢不敢 你们讲说我们全家已经不打算参与政治了 这是地方的事情跟我无关 没有嘛 甚至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之前朱立伦选主席的时候 盐宽恒这个前委员 他本来还是国民党的副名书长嘛 他后来辞掉啊 辞掉他不挺江启臣啊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明明江启臣是我们台中出身的委员 这个主席你不去挺他 你还在他正要选党主席连任的时候 辞掉这个所谓的党职 那意义很明显 就是跟朱立伦要合作了嘛 所以其实这段时间 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啦 就是说当然 陈柏惟这边的支持者 民进党会有一些帮忙 但是最多都还是地方的支持者 那这个你还是再一次重演了2020年 这个地方选举就是所谓民意 年轻的声音 年轻的力量 跟在地的家族势力 还有一个百年老政党 他们在做的事情嘛 还是这两个东西 那现在关键变成是年轻选票吗 我觉得年轻选票 这件事情要请大家就是说 大家还是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啦 2020年这个地方选给陈柏惟 是希望改变这里原来的政治文化嘛 甚至对于国民党 我们有一些立场嘛 那这一次选举 他被罢免完之后 你回来的会是什么势力 你重新回来的会是哪一方的势力 就是罢完陈柏惟之后 一定是延宽恒出来嘛 对啊那你说 说实在的延宽恒家族 在台中没有势力吗 他们家妹妹是 是我们现在的副议长 他还是地方势力非常的强 也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全党打一人 而且是一个百年政党在欺负一个 从高雄来台中 选一个很难选的地方 所以你现在看陈柏惟是危险边缘 他是在危险的 大家其实要出来冲一些票 而且最糟糕的是说 因为现在的发动方在国民党 所以变成是国民党丢谣言 在地方讲耳语 然后3Q的支持者 这些年轻的孩子 年轻的这个支持者们 他们根本就很难去知道 为什么会有铺天盖地的谣言在地方 所以这个是3Q现在非常辛苦的地方 就朱立文下去加码嘛 对不对 下去讲三菱立委 我真的觉得他讲三菱很夸张 今天激进他们就找到数字了 看到的数字里面 以公都门的资料来讲 这一届所谓的三菱 就是孔文吉 陈雪森跟廖国栋 那才政治零提案 这三个就是这一届零提案 我们如果看回来 当初陈柏惟所打败的对手 或者说陈柏惟在这个地方 他当了立委 是因为后来就 因为当时就是我们讲言宽恒选书 言宽恒之前的记录是2013到2015年 他只执询了16次 三年执询16次 陈柏惟到现在一年半 他的执询 以他的口头执询已经有126次 所以你今天如果说陈柏惟 过去那个比起来真的很差 你说国民党说不行 我也罢不允掉 这没话说嘛 可是问题是说 你所每个成绩比起来 不论是激进党的 激进党他本身的政治上的立场 对台湾的捍卫的价值 都比国民党受肯定嘛 陈柏惟这个委员 他在地方的努力 或者是在议会的努力 都比他前任的这个地方的议员 的这个立委还要努力嘛 那国民党你在跟人家罢免什么呢 所以这等于就是说 这个国民党他在中央 我们在国会里面我们看到他已经乱了好几天了 他在国会里面胡闹 他在地方撒野 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讲说 这是一个恶霸 恶职的罢免 罢免是人民的权利 人民觉得这一些政治人物有问题 我要来罢免他 这都是人民的权利 可是国民党正在用他的地方组织 甚至是全党的力量 我觉得啦 你要用党的力量来做罢免 已经很过分了 更过分的事情是你还说谎话 我觉得说谎话 国民党实随之位嘛 因为2018年的公投 他们也是用很多的谎话 达成了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 所以他们不断的在说谎话 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 那礼拜天事实上是我们所谓 中台湾的教授联盟 你们组一个教授联盟是吧 对中台湾的教授联盟来挺他 那么我们地方的包含医疗团体 还有一些教授 还有一些学者 也会相挺 我常常在补充一个事情 他是一个地方 陈不韦是个地方的立委嘛 可是他地方服务有没有做 有做之外 我们有一些包含医疗 或者是相关的学术 还有文化 还有运动相关的议题 事实上如果有给他陈情案 他也都会帮忙处理 所以其实也要麻烦 我觉得这件事情 也要让我们中部这边 很多他曾经帮忙 或是曾经帮忙 关注过这些议题的 这些学术单位 或者是重要的 我们讲的医事机构的 这些医事团体们 大家也要出来相挺 尤其是要跟你自己的 工作伙伴们提醒一下 如果大家是在这个选区 十月二十三号 真的要出来帮忙一下 因为很多事情 真的是要客观比较 当这个国民党 请全党之力 去这个造谣抹黑 一个最小党的一个立委 那我们就来比较 原来发现国民党 自己的立委 还真的是零提案 包括这个孔文吉 陈雪森 还有这个廖国栋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那这三个 市民要优先罢免掉 来一晚 现在国民党 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特别是我们注意到 朱立伦刚上任 跟地方的严家 是不是已经紧密结合了 形成一个互利网 但我们也知道 地方派系的什么装脚 等等 是不是也非常的绵密 这一次恐怕是一场硬仗了 当然是很硬仗 在我看来 曾波韦这次在台中的罢免案 曾波韦非常的一个危险 因为他面对的是 这种组织基层 非常严密的严家班 还有包括这一次 因为在党主席的一个选举 今天要就任的 这一位产胜的 中国国民党的一个党主席 请全力去挺 但是问题就是说 罢免来看的话 其实只要一个国会议员选出来 或民意代表选出来 你如果觉得他是很糟糕的 你去把他罢免掉 理由正当 我相信 大家都会去做一个尊重 但重点就是说 朱立伦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你如果认为说 Thank you 陈伯韦 他本身是一个不市任的立法委员 陈伯韦在整个立法院里面的 最大的一个公民团体 龚都盟 他评鉴优秀的一个立委 然后呢 那国民党是认为说 没有他不市任 他这个零提案 那很明显今天龚都盟 特别出来讲说 你国民党你欧白说 其实我很认同龚都盟 今天站出来挺陈伯韦 为什么 因为最优秀的立委 是谁搬给他的 叫做龚都盟 然后龚都盟 你搬这样子的代表 你对一个国会议员的一个肯定 那龚都盟 今天带出来有一个澄清的意义 就是说 国民党你不要欧白说 因为你刚拿到那些资料 是你们叫做什么 口袋国会 那个是现在东主席 朱立伦 你们中人 那个他们中人 叫做什么 以前高裕人 高裕人 这个議長 你的藏人 高裕人 去弄一个基金会底下 叫做口袋国会 你提供一些资讯 不实的资讯给你朱立伦 你去讲人家说 零提案 给他讲了一大堆 结果呢 如果那些都是真的 陈伯伟真的是这么烂的 该砍啊 可是重点不是 人家公都盟说 你搞错了 那个该砍的是你们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 是你中国国民党 这样这样这样 这几位的提案是零的 那朱立伦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一个比较有良心 或者一个道德 或者有点羞耻心的人 当到党主席 一定会觉得说 是啊 人家说不对 他要怎么 说不对 要跟他澄清啊 你跟他说 撒塌了 撒塌了 虽然大家 我们国民党里 很討厭你 但是呢 我之前跟你说 你是零提案 那不对 零提案 那就是总统的理会 那我们党的 撒塌了 说不对 你怎么出来跟他 撒塌了 结果现在给你乱扯 扯到旁边去 我看这场的罢免里面 你可以看得出来 你朱立伦为什么要去挺下去 很简单啊 不然减少股啊 做东主席 还减少督军 这万人还要罢免 真的有成功了 谁选 原家 原宽还选 那么整股势力 全部又拉拢过来了 产胜的党主席 就是最弱势的党主席 用这样子叫做立威 这会让小慧雄撒塌人的手 他是不择手段 要需要取得首场胜利 是 才能够巩固党内的地位 但重点就是说 你必须要去想想看 陈伯伟你说 在国会的一个文情里面 拿到公都盟的一个肯定 你说他看不到人 你怎么看不到人 你要说看哪一个地方看不到人 地方议员讲说 如果到晚上 我去买肖养 张家安就说 我连晚上买肖养 就赌到陈伯伟 好了 也就是说在地方 人家地方一远说 陈伯伟都在地方 你说在国会 有没有看到他 出席全勤 审法案全勤 党都择分 在国会随时看得到 在地方随时看得到 你莫须有 就开始说 不然这样说八行 如果陈伯伟真的要罢了 我们真的要 袁寬恒这种立威吗 表现有比陈伯伟好吗 还是差很多 袁寬恒背后代表 是什么样的势力 袁寬恒它代表的是 一个什么样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现在 已经把它提升为 蓝绿对决之外 也是统独对决 也是世代对决 也是价值对决 也是大小对决